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9月2号星期六 8月份中国的经济数据已经出来了 到9月2号就已经出来了一部分 基本上经济数据是全面回升 这是一个好事 今年前半年基本上都是一路向下 是不是 其实刚开年的时候还挺好 刚开年由于刚刚做完的躺平 疫情刚过去 然后再加上跟其他那些去合作 跟什么老习开始跟什么中东 跟中亚跟俄罗斯合作 刚开年的时候还挺好的 后来从4月就开始走下坡路 后面就是说一直往下走 四五六七连续走了四个月的下坡路 到了8月份终于经济数据是全面都开始回升 看来就是有点缓过来了 就我这两天经常说 死人放屁了 暂缓 我说中国经济实际上是在复苏 能够看得出来 好不好 但是反正比较慢 有的时候就是说 2020年3月份 我说美国疫情出现拐点了 那时候很多人都不服 对不对 但现在看来就是拐点 对不对 有些东西我就说 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 你可能真的 你过两年之后 你再看 你就明白 我到底在说什么了 我至少现在法兰功 听着都说中国经济崩溃了 完蛋了 马上就死光了 好不好 那这不也是 2020年3月不也说 美国的疫情大爆发 要完蛋了 要死光了 但是我那时候 我跟你说 3月是疫情的拐点 后来小伙伴都不信 但是华尔街真信 华尔街那抵抄的 我天 那叫你血会流浪 那都正嗨了 知道吗 真的是 所以我跟你说 现在中国经济 在出现复苏 4月份 7月份在衰退 而且在通缩 我马上就告诉你 但是8月份 现在经济数据全面回升 我们来看看 由标准普尔和财新 一起调查公布的 中国8月份 制造业采购经济人指数 PMI为51 比7月份49.2回升了 你说回升这么点 很重要 很重要 为什么 知道吗 50以下 就表明经济在收缩 50以上 就说明经济活动在扩张 就在融乎线以上 所以 49.2%和51 是有巨大的差别的 51 那就说明 就是说 再朝上走了 整个就回来了 一个是朝下 一个是朝上 你懂吗 就跟速度一样 你说 比如说我这个是加速度 我这个加速度是1% 或者我-1% 你看着不就上下不就1吗 你要明白 正数就是往上走 速度越来越快 负数就是往下走 速度越来越慢 你懂了吧 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 51的话就说明 重新上来了 51完全高于预期 达到了6个月来 最高点 同时 供应内需就业 金有所改善 所有的这些数据 都在向上好 经济数据 可以说是全面回升 反映出 中国大陆制造业状况 进一步改善 在市场状况改善 销售回来的背景之下 中国制造业活动和生产 均有所增长 带动了企业采购 和用工的增加 调查显示 8月制造业的就业指数 6个月来 首次升至扩张区间 为2010年3月以来的 最高水平 8月份企业新型指数 也处于乐观区间 整个8月份的大反转 彻底就回来了 算是一个小V型 因为4月7月 往下掉的也不太厉害 当然8月晚上升了 也不厉害 不是不能算这么一个V 算是这样 一条横线稍微有个坑 差不多这意思 但是不管怎么让 就说明什么 什么左脚过去了 到右脚了 明白吗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如果8月是这种数据的话 我还是那句话 中国今年5%的 经济增长率没有问题 5% 我觉得 如果跟中国以前比不算高 但是你放眼全球 经济增长拿到5%的 也没几个了 也不多 5% 如果在美国的话 这都算是高速增长了 当然在中国的话 不能算 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中国仅仅复苏这几个字 当得起 当得起这几个字 就今年来讲 从去年三年 习近平治理的东台清零 非常愚蠢的这种政策 再复苏回来 当然复苏还是很缓慢 5%对中国来讲 真的是很缓慢的一个复苏 但是的的确确是复苏 好吧 我还是那个话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听不进去 你过一年或几年之后 你再回来看 你就明白我现在在说什么 有的时候 你真的需要一点点时间 我领先他们太多 导致我非常有问题 你包括当年 说孟晚舟的事不也是吗 我当时怎么说的 当时那些小伙伴不都说吗 说孟晚舟 看着一年 引渡到美国就怎么着 对不对 我说首先来讲 就引渡不回来 其次引渡 孟晚舟把他妈博士 博士读完 你都引渡不回来 对不对 这么小伙伴吗 不要偏要说 一年就引渡回来 对不对 没有那个事 但是人家订阅高 观看度也高 我们说对了 我们订阅也少 观看度也少 人家说死四个亿 人家说孟晚舟 一定会引渡到美国 人家说西厂里夏 人家都比我订阅高 都比我观看 都比我 这没辙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得服 我得认 对不对 这个 这就 就没辙 好不好 我那还骂 我活该 好不好 好吧 那这一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